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Emma 嗨 我是小伟 在我们搬家系列的视频中 有很多小伙伴留言问我们为什么要搬家 那因为之前刚刚搬到Clona 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所以也就只用了一两句话回复大家 那现在我们渐渐适应了自己的生活 就想着干脆就跟大家聊聊我们为什么离开多伦多 为什么搬家来Clona 为什么转行做摄影 那在回答这几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大致介绍一下我们一路来加拿大的心路历程 在国内的时候 我在一家国企上班 每天朝九晚五 上班挺轻松的 我的直系领导对我也挺好的 只是我当时觉得 在那边上班只学不到什么东西 然后你知道的国内国企上班 勾心斗角啊 人跟人机械的关系 那比较复杂 然后我在那边干了差不多有六年吧 真的真的学不到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想趁自己还年轻嘛 就想出去 就想学点东西 这样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工作 然后自己的青春呢 也不想就这么白白浪费 嗯 是 那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是在政府上班 也是朝九晚五 轻轻松松 我觉得大部分的工作内容 说实话感觉还蛮形式化的 可能在朋友或者亲戚眼中 在政府和国企上班 应该是一份蛮不错的工作 工作呢确实是蛮稳定的 有时都感觉稳定的都像退休了 嗯 嗯 所以一直想着要出去看看 想着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尝试要做 嗯 其实出国呢 一直以来是我的一个梦想 嗯 只是没有勇气啊 跨出这一步 嗯 其实在国内的时候 我们也就一直找机会 就是出国看一看 就是通过旅游嘛 出国旅游的话 就是去感受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用这样的方式 感觉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 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出国 我们想要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 嗯 来加拿大呢 主要是因为我有个闺蜜 她在卡尔加里 不过说实话 来加拿大之前 我们对加拿大一无所知 嗯 我们还以为觉得 加拿大每个城市都差不多了 嗯 我们只知道三个城市的名字 多伦多 温哥华和卡尔加里 嗯 之后 在国内和中介咨询之后 她说我们可以读一个 两年的college 然后工作一年就可以移民 于是在中介的安排下 我们就来到了多伦多 我们俩其实都比较喜欢 安静一点的中小型城市 嗯 结缘Colona呢 是因为一次穿越加拿大的旅行 是2017年的夏天 我们一路从多伦多开车到了温哥华 嗯 差不多开了一个多一个月了 嗯 然后有一万两千多公里 在这一路上大大小的城市当中呢 我们最喜欢的还是Colona 嗯 是 嗯 当时呢 Colona只是作为回车的时候 在温哥华和Reverstoke之间的一个休息点 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开车 在那座连接Colona和West Colona大桥上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感叹了 加拿大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 一个衣山环虎的城市 真的是看一眼就喜欢上了 嗯 当时我们在Colona找我们订的Motel的时候呢 不小心错过了一个路口 然后我们就停在一个Pattata里面 当我们在东南西望 我们在找Motel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大叔就过来问我们 你们问我们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要指路啊 感觉我们好像不知所措 迷路了 迷路了 嗯 来加拿大这么多年 还第一次有人主动帮我说 你们是不是要帮助 Colona给我带来一个很好的印象 对 第一印象很好 第一印象很好 对对对是的 那当时的话 我们只是在Colona就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就去Mission Hill酒庄 逛了逛吃了个中饭就走了 嗯 后来我们在网上也稍微查了一些Colona Colona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 最近这几年发展也很快 Downtown高楼也造了很多 都是慢慢在造的 然后它那个冬天也很温暖 不像多伦多 多伦多有的时候五月份还在下雪 感觉那里天气挺冷的 Colona一年的话日照差不多2000多个小时 感觉很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晴天 然后夏天也挺暖和的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夏天 这个应该是很热吧 我喜欢热一点 于是我们就想着呢 什么时候再去一次Colona 来看看我们到底真的 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城市 对对 然后我们就在两年后的夏天 2019年的夏天 我们又重新去了Colona十天 来了一次Colona深谷游 重新去了Mission Hill酒庄 还是那么有历史感 在Nox Mountain 我们俯瞰着市中心的美景 在City Park湖冰公园 我们吃着冰淇淋 感受着在湖边散步的惬意 薰衣草农场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虽然过了花期 但还是很美 让人舒心 很享受在Mara Canyon 骑车的感觉 经过隧道和铁路的时候 仿佛他们在诉说着昔日的铁路时光 在袋鼠公园 遇到了可爱的小袋鼠们 当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Colona 当地的房产市场 然后我们在网上找了一些房子 始终我们找了一趟 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的房子 然后我们就过去了 那天正好是个Operhouse 运气挺好的 然后就进去了 然后正好认识一个经纪 它叫Kiana 但是它能挺好的 它是这样子 我们进去之后 它是一间一间的 带我们参观这个房子 我们在多人多 从来没有这样子 就感觉就像是VIP 不一样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也跟他说了 我们没有买房子的计划 但是他还是很热心的 带我们开了好几道房子 感觉很热心的 感觉local的人都很nice 很热心的 对 然后给了我Colona 一个很深的很好的印象 对 也是因为这10天 让我们彻底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气候宜人 一山蹦水 然后感觉local的人都很nice 然后就在我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 我们以后一定要来Colona生活 而且我们也想趁着自己还年轻 然后去不同的城市看看 对不对 还有一个客观因素 就是我们的毕业工签 到今年的夏天马上就要到期了 但我们的PR申请了一年 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动静 虽然可以申请乔兰工签 但是这也并不能排除最坏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想在工签到期之前 我们不想再这么在多伦多继续等下去了 我们想去这个我们向往了很久的美丽城市Colona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因为这样即使出现最快的情况 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遗憾 至少我们有了这几个月在Colona美丽的回忆 还有搬家路上各种难忘的经历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频道的初衷 我们只是想用相机记录下这些回忆和经历 就等我们两个人以后老了 对吧 可以看看是吧 可以看一下 从来没有想过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视频 在这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给我们的留言和鼓励 以及对我们频道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当时我们把搬家到Colona的室内 告诉我们的朋友 他们都觉得很吃惊很镇静 他想你们工作稳定 然后又买了房子 按照常理来说 我们应该就这么待下去 但是安稳 安稳并不代表喜欢或者适合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 我们只是想做喜欢的事情 去住一个喜欢的地方 当我们把搬家原因告诉我们多人多朋友们的时候 他们就说很佩服我们 觉得我们很潇洒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 只是为了我们追求的东西 我们愿意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做出一些改变 并且也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些疼痛或者是风险 就比如说这次搬家 在搬家期间的话 因为是疫情期间 那肯定会有感染的风险 搬家了之后 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有所下降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租的房子 对 那肯定是没有以前住的舒服 住的好 那离开了多人多的朋友圈 我们在Kelona 谁也不认识 然后现在转行做摄影 也就是面临着找不到客户的各种焦虑等等 嗯 当时我们来加拿大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想过会不会找不到工作 嗯 其实就这么想的当时 来了嘛 肯定能找到一份工作吧 是 其实在加拿大呢 能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其实不难 嗯 但是你要找份好工作 嗯 这其实这个没有那么简单 对好工作不容易 在多伦多的时候 我做的是college 专业学生选的是那个气修专业 因为当时在国内我就喜欢捣鼓自己的车 感觉修车其实挺有乐趣的 毕业之后呢 我聚过好几家地了 在加拿大学修车 希望著名成apprentice 就是学徒 其实学徒呢 其实上班啊 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换油换胎 而你们都知道的 加拿大有三四个月的太阳系人 上班的话每天就不停的 撞胎卸胎 撞胎卸胎 其实说实话 这个活的也是挺累的 然后呢又学不到什么东西 嗯 不过我小伟 我真的是很佩服你啊 嗯 就是小伟就是在上班期间 他还买了两辆试骨车 什么是试骨车呢 试骨车就是说这个车撞了以后 车主不要了 因为修这个车的钱 比买这辆车还要贵 小伟他就利用下班休息时间 他一个人在车库里面 就是学各种 自学各种修车技术 他在那里学喷漆 板筋 换安全气囊 换保险杠 还有什么缝车座椅啊 什么的 反正自己都搞了好多 所以我问你 你当时你每天上班是八点钟上班 五点钟下班 然后吃好晚饭 你就在车库里面自己自学这些修车的技术 你这样子一天估计你就干了十六七个小时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累不累啊 我怎么做到的 嗯 就两个字 两个字 坚持 坚持 嗯 上班班拍下班修车 肯定累啊 嗯 但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其实也挺快乐的 嗯 然后又把又能把一件事情做好 就感觉自己 感觉挺自豪的 嗯 而且最后这两辆车都修好了 而且全都卖出去了 小薇 你好厉害的 嗯 其实说实话到现在我心底里面也是 一直都是超级佩服你的 你把这辆车修好 嗯 嗯 上班选不到嘛 那只能自学呀 嗯 自己想办法自学呗 也是 除了修车呢 摄影也是我一个很大的爱好 当时在国内选专业的时候 我就在摄影和修车之间徘徊 嗯 后来呢还是选择修车 因为当时修车相对来说 更好找工作吧 嗯 可能找工作更方便吧 比摄影 嗯 我在多人多的时候 在Clinic上班两年多 我工作是很忙的 嗯 但是跟老板和同事都相处得很愉快 嗯 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还会去同事家一起聚餐啊 什么的 都玩的蛮开心的 有时候我也会收到病人给我的各种小礼物啊 嗯 还有感谢贺卡 我觉得 虽然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工作啊 但是可以获得别人的肯定 也是很有成就的 嗯 嗯 后来呢我们也慢慢有了自己的房子 到现在我都很喜欢我们以前住的那个房子啊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一见钟情的家 对 一眼就相中了 对 一眼就喜欢上的 嗯 新来的小伙伴如果想看的话 我在这儿放个链接 嗯 后来呢有了疫情 我就开始在家上班 一天对着电脑 八到十个小时 大半年以后 检查室的时候发现我竟是 加身的很严重 竟是度数居然翻了一个贝尔 我超级吃惊的 嗯 因为之前的话 我不会一直对着电脑 嗯 如果正常上班 在clinic的话 我会时不时的离开座位 因为我要给病人测量体温啊 量血压啊 身高体重 还要做些测试什么的 嗯 所以这一切都重新让我们思考 这到底是不是我们喜欢的工作 想要做的事情 嗯 其实并不少 不是 我们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嗯 我知道 小伟你一直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 嗯 你喜欢摄影是不是也有十多年了 嗯 差不多吧 嗯 我们现在从房产摄影起步 嗯 以后想拍产品啊 还有人物的摄影 嗯 我们其实很很庆幸啊 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 来当做一个自己的职业来做 对 是 虽然我们客户不多 但是也算是起步了吧 嗯 对 只要我们啊 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来肯定会越做越好的 嗯 我们要做 Oakanagan No.1 Oakanagan No.1 哈哈哈 不只是在Colorna 我们是要做Oakanagan地区的第一 小伟 嗯 好 加油 加油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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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啊 这太阳太晒了 现在晒死了 小伟 嗯 你说阴天吧 就不好看天不然是吧 嗯 你说晴天吧 晒得了我发套 晒死你 怎么办呀 嗯 我为什么穿长袖 今天可以穿短袖的 穿长袖是有个好处的 嗯 就可以防晒 嗯 我也穿长袖 啊 哎呀不行了 热死了快点小伟快点啊 快点快点 快点我们来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吧 我们的为什么 为什么 快点快点快点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来解答十万个为什么 哈哈哈 为什么 把手机放回去 为什么 为什么